本节目由苏宁拼购独家冠名播出 杨旭是这个赛季天海队在中超联赛的第二射手能够打进8球 以声哨音PP体育为您带来中超联赛第三十轮收官之战 江苏苏尼购队在主场与天津天海的比赛 江苏尼购的两个前锋可能会被牢固的跟着 我们看到现在特吉拉 这次配合还是很不错的 最后直接打门 球呢还是打在了天海队球员的轨章 所以减慢了球速 每道中路还是无锡 再直三 无锡再接应 空间很小 不得大打了 要的 无锡在第九分钟帮助组队 江苏尼购队打破了僵局 势大力尘的左脚射门直飞入球门的四脚 这个球从一开始比较好的一个征兆 就是他的第一停停的方向就已经非常适合把自己置于一个主动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过程 还是吉祥 传起来 这边 杨孝天 左脚的电射偏了一点点 这是李扬 没有能够在天一里连塞进球 还是梁纳多 中路转移 廖立生 自己来一脚 这脚还是在压力之下失准的 但是刚才天津天海聚集了三个人在边路推进的这一下 做的还是不错的 目前天海的控球权确实是比较多 我也再传到后点 张延出来了 这一下 双拳击出 快速 梁纳多再打 桑帝尼在门前挡住了 还是天海进攻的机会再传到中路 张延再次把球呢击出禁区外 那燕子豪呢 这个上半场前40分钟的表现呢还是比较的活跃 一向投掷 挺到中路 他可现了 怎么被打出来 还有 这球 在门线上被解围出来 应该还没有过线 桑帝尼反应很快 把球顶向球门 节奏稍微慢了一阵之后突然的发生变化 都有投球 还到前点 垫起来 打得还非常好 无锡 四辆波神经 还在天海队的球员身上被弹下来 那李生再给另外一尊 等一下 梁纳多 没有传到中路 也没有能够挑回到身后的队友 要用这场比赛 能来找到自己回家的状 可以拉外冲 文匠也出来 找过文匠 但球被迫害 主球的手球了 出现了手球犯规 在禁区外 用手将会直红被拔下 原划了 天天天海队的文匠32号 是指定由于在禁区外的 手球 被主裁犯马尔提纳直红 往前拉 再给到中路 这边看一看 这个球 冲进来 是一个点球 斯林红队造成了天天天海在本方境区内的犯规 所以获得了点球 特谢拉是制造点球的球员 而犯规的应该是张晓平 特谢拉先造红盘再造点球啊 看看特谢拉 没有问题 扩大了几分 也打算了个人在这个赛季的第18例 联赛进球 球队在本赛季的第60例 联赛进球 同时